6A班冰海杰 大家好,我是6A班冰海杰 我是6A班冰海杰 我是6A班冰海杰 我们今天下位大家示范如何制作厘士鱼 可以说制作厘士鱼要用什么材料工具 我们一串厘士鱼会有三条 两个厘士鱼可以做到一条鱼 所以要准备6个厘士鱼 厘士鱼可以重用旧的或者准备新的都可以 另外还有一条长的60CM的红尺 老师会用个同学报名的资料牌给大家 等我介绍工具啦 工具方面大家就要准备胶纸 订书机 订书机 和剪刀 和剪刀 不如我们开始做啦 首先我们将利士鱼接出三条接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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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剪去利时封上半部分 剪开的封口备用 再沿着这两个角剪去 然后我们在等于三角形的这条折行剪一下 然后剪成一条鱼尾 再将上下两边的鱼尾交叉接着 再用钉书机钉好 就会完成鱼身部分 我们用同一个方法将其余的五个利时封整好 之后我们拿出红绳 在红绳的一端打上一个圆结 制成挂式的钓圈 然后将红绳放在鱼身的这一边 再用胶纸贴好 再用胶纸贴好 将鱼的另一边对齐 再用钉书机钉好 再用胶纸贴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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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胶纸贴好 再用胶纸贴好 空纸贴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用相同的方式将其余的两条鱼都钉在红绳上 最后我们拿回刚才剪开了的封口 剪成两个大小一样的长方形 在其中一面写上祝福字句 例如新春大吉 再将两边用胶纸贴在红绳上便大功告成了 再将两边用胶纸贴在红绳上便大功告成了 每次表都不难做的 大家都为事自准一分力啦 祝福大家学业进步 龙马精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